同学们你们快看老师这里有三个比卡丘的玩具 你们要是谁能得到小朋友们的小红心 我就奖励他一个比卡丘玩具 哎呀哎呀我摔倒了 得来扶我一把呀 哎呀老爷爷呀老爷爷你没事吧 我来扶你起来吧 老爷爷老爷爷你没事吧 要不要我背你上医院去呀 哎呀没事没事 谢谢你啊小朋友 来我这里有一个小红心 我就把它送给你吧 嗯嗯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啊 我好想你啊 嗯熊宝宝熊宝宝 你不要哭 让姐姐来帮你找妈妈吧 哎呀我的熊宝宝呀 终于找到你了 谢谢你小沛琪 帮我找到了熊宝宝 我这里有一个小红心就送给你吧 哎呀小红心怎么这么难找呀 我要到哪里去找小红心呢 哎前面不是白雪公主吗 它那里有一颗小红心 白雪公主白雪公主 你那里有一颗小红心 把你的小红心送给我吧 啊是一只小怪兽呀 我不想把小红心送给你 哎呀白雪公主 你就把小红心给我吧 谢谢你哦 同学们你们的表现我都看见了 小奥特曼帮助了老爷爷 得到了小红心 那样老师呀 就奖励你一个皮卡丘玩具吧 小猪佩奇帮助熊宝宝找到了妈妈 也得到了一颗小红心 我也奖励你一个皮卡丘玩具吧 至于小怪兽 你拿了别人的小红心 你没有皮卡丘玩具 而且我还要罚你打扫一周的卫生 老师你这不公平呀 我得到了小红心 为什么没有奖励呢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不奖励小怪兽玩具是对的吗 评论告诉我吧 给佩奇一颗奥特曼蛋 给苏西一颗奥特曼蛋 给阿奇一颗奥特曼蛋 给乔治一颗奥特曼蛋 现在我佩奇就来给奥特曼变身吧 这是奥特曼的头 然后是脚 看我的奥特曼变身完毕了 佩奇谢谢你帮我变身 作为感谢呢 我把这个帮帮糖送给你吧 我苏西也来帮我的奥特曼变身 这是奥特曼哥哥的脑袋 这是奥特曼哥哥的腿 我的奥特曼也变身完毕了 苏西谢谢你帮我变身 这个帮帮糖呢 就作为奖励双给你吧 现在我阿奇也来帮奥特曼变身吧 这是奥特曼的腿 这是奥特曼的脑袋 我的奥特曼也变身了 阿奇警长谢谢你帮我变身 我也把我的帮帮糖双给你吧 最后呢就给我乔治了 我也来帮我的奥特曼变身吧 这是奥特曼哥哥的腿 然后是脑袋 看我的奥特曼哥哥也变身了 乔治谢谢你帮我变身成功 可是我没有帮帮糖 这个怎么办呀 奥特曼哥哥没事的 没帮帮糖也没关系 能帮助你就好了呀 你变身了就可以保护我们去打怪兽咯 谢谢你乔治 你真是太懂事了 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你一个帮帮糖 作为奖励呢 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可以帮我发送一个小红星给乔治 这样我就可以帮他变出一个帮帮糖了 哇 姐姐姐姐 这里有一个摩天轮 看起来好好玩的一样 姐姐姐姐 我想玩摩天轮 可是乔治这个摩天轮太小了 不适合我们玩 不嘛不嘛姐姐 我就要玩摩天轮 那好吧 那我来问一下吧 乌婆婆乌婆婆婆 我们想玩摩天轮 哦 原来是佩奇和乔治呀 只有你们变小了 才可以玩摩天轮哦 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变小呢 只要你们给我一个小红星 再吃上一个金币巧克力 你们就可以变小玩摩天轮了 啊 太好了 我乔治这里有一个小红星 现在啊 我要吃一个金币巧克力 嗯 哇 真的变小了 我要来玩摩天轮了 我佩奇这里也有一个小红星 我也来吃一个金币巧克力吧 嗯 啊 太好了 我也变小了 现在我也来玩摩天轮了 哇 这个摩天轮看起来好好玩呀 我怪兽也要来玩一下摩天轮 小子佩奇 你们快下来 让我怪兽来玩 啊 有怪兽 这个怎么办呀 大怪兽 你这么大 不可以玩摩天轮了哦 哼 我刚刚就看见了 只要吃一个金币巧克力 就可以变小了 现在我就来吃一个金币巧克力吧 嗯 啊 这是什么情况呀 我怎么变成了一个蛋了呀 哎呀 有没有前来小朋友们 只要你们发送一个红星能量 这个怪兽呀 他就永远变不回来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小子 你的是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芭比姐姐 你快帮帮我呀 后面有一个大僵尸在追我呢 这个大僵尸呀 太可怕了 小子别害怕 我有办法 这个呀 是我的魔法糖果 不要你吃一个魔法糖果 你就可以变小了 这样你就可以躲进我的面魔盒里面了 这样大僵尸就发现不了你了 太好了 太好了 现在我就来吃一个魔法糖果 嗯 太好了 我真的变小了 现在呀 我就把面魔盒打开 小子 你快躲进去吧 救命啊 救命啊 芭比姐姐 你快帮帮我吧 后面有一个大僵尸正在追我呢 别担心 这期我有办法 现在你只要吃一个这里的魔法糖果 你就可以变小了 然后你就可以躲进我的面魔盒里面了 这样大僵尸就发现不了你了 太好了 那我现在就开始吃了 嗯 哇 我真的变小了 现在呀 我要躲进去了 啊 乔治 你怎么也躲在这里呀 难道你也遇到大僵尸了 对呀 姐姐 这个大僵尸太可怕了 好了 佩奇 小子 你们两个不要出声了 现在我就把盖子盖上 哎呀 嫂子和佩奇 怎么一会儿就不见了 小芭比 你有没有看见 乔治和佩奇呀 大僵尸 我没有看见 你还是去别的地方找一找吧 咦 这里还有糖果呀 真好 我的肚子好饿呀 我就来吃一个糖果吧 嗯 好 这是什么情况呀 我怎么变小了呀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妈妈妈妈 你在家吗 哎 猪妈妈好像不在家呢 是啊 猪妈妈不在家 猪爸爸在家呢 哎呀 爸爸 你咋在家呢 哎 吓死我了 有啥好吓的呀 咋啦 有事儿呀 嗯 没事没事 有什么事儿 快说吧 那个 爸爸 我前天来考试呀 今天试卷发下来了 需要你签个字 哎呀 没问题呀 来 爸爸给你签字就好了 可是我考的成绩好像不太理想哦 啊 那你说说你考了多少分吧 我 我 我考的不高 不高 不高是多少分呀 50分还是44分呀 不是 不是 那到底是多少分呀 赶紧拿出让我看看吧 其实我考了30分 哎呀 你怎么才考30分呀 你还是把试卷拿给妈妈签吧 我才不敢给你签呢 哎呀 爸爸爸爸 别别别 还是你给我签吧 妈妈也是知道了 肯定会打我屁股的 乔治 乔治 我听见了 什么 你才考30分 哎呀 妈妈 你啥时候在的呀 哎呀 乔治啊乔治 你真是气死我了 怎么才考30分呀 今天看我怎么收拾你 哎呀 这妈妈 孩子都这么大了 打他也不合适呀 那行 那行 今天晚上好好反省反省 你为什么才考30分 嗯 好的妈妈 你们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考试会考30分吗 要是不会的话 发送小童心告诉我哟 乔治 你看 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自行车 是不是很好看呀 哇 小装饰 好漂亮的自行车呀 我也想要一个 那你可以让你的爸爸给你买呀 小装饰 爸爸来接你放学了 乔治 爸爸也来接你放学了 走 我们回家吧 爸爸 爸爸 等等 你看小装饰的自行车真漂亮 我也想要一个 乔治 过几天爸爸给你买好不好呀 不嘛 不嘛 爸爸 我现在就想要一个 好好好 别着急 乔治 爸爸现在给你画一个吧 先画一个车轮 把脸上再画一个车轮 然后画一个脚踏板 然后再画一个扶手 好了 画好了 可是爸爸 你画的这个也不是真的呀 小装饰的都是真的 我也想要一个真的自行车 乔治 别担心 你的这个呀也会变成真的 只要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给你发送小红星 这个自行车就会变成真的了 爸爸 你说的是真的吗 没有骗我吧 乔治 爸爸当然没有骗你呀 不信你可以让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给你发送小红星试试呀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星 让我的自行车也变成真的呀 哇 我的自行车变成真的了 谢谢小朋友们 这些是我刚听好的动物拼图 我先去三个厕所 然后再过来 姐姐姐姐 你来追我呀 乔治 你小心一点 这可是哪吒哥哥刚听好的拼图 别给撞坏了 不会的 姐姐 我会注意的 我要出发咯 跑咯 哎呀 乔治 你吵活了 哪吒哥哥的拼图 全部被你给撞坏了 姐姐 这个怎么办呀 我又不会拼 这会儿哪吒哥哥回来了 肯定会很生气的 我也不会拼呀 那姐姐 我们赶紧跑吧 那我也走吧 今天天气太好了 我要出来晒晒太阳 哎 这里怎么有个拼图呀 不过 为什么是坏的呢 刚好我学了怎么拼 我就把它给拼上去吧 小马拼这里 狮子在这里 长颈物放在这里 小猴子是这里的 白马呢 就是这里的 把他们都归威 犀牛呢 就在这个角落 把你们都放在你们的位置上面 可江四 你怎么把我的拼图给弄坏了呀 哪吒 我没有 不是我 我来的时候拼图就坏了 我是在帮你拼好呀 这里只有你在 不是你还有谁呀 乐家哥哥真的不是我 乐家哥哥对不起 是我给弄坏的 你就不要再误会小匠师了 是你呀 乔治 我还差点误会了小匠师呢 小匠师 这是对不起呀 乐家哥哥 你可不可以原谅我呀 那我问问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吧 小朋友们 乔治已经承认错误了 我该不可以原谅他呢 兄弟们 你们快看呀 我给你们带来了最厉害的能量丸 现在我就来给你们分一分吧 给玉米投手一个能量丸 这一个能量丸呀 给小白菜 这个能量丸呢 诶 诶 怎么就只有两个能量丸呢 我记得我带了三个能量丸的 诶 糟了 一定是掉在路上了 寒冰射手呀 你不要生气 我现在去给你找一找 哈哈 果然是掉在路上了 寒冰射手呀 我来给你送能量丸了 诶 兄弟们去哪儿了呀 玉米投手 小白菜 寒冰射手 你们都去哪儿了呀 豌豆哥哥 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呀 玉米大炮兄弟 玉米投手和小白菜 还有寒冰射手 他们都不见了 豌豆哥哥 你不要着急 我们现在就去找一找他们吧 诶 里面不是寒冰射手他们吗 啊 原来是僵尸把他们带走了呀 僵尸僵尸 你快放开我的兄弟们呀 要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哎呀 就凭你们两个职务 也想来救人 我可告诉你们 我是不怕你们的 好 你不怕我们是不是 那你怕不怕我们的能量丸呀 兄弟 快和我一起装上能量丸 瞄准放射 哎呀 这是什么情况呀 我怎么变成了一头猪了 你们这些职务 快把我变回去 你这个坏僵尸 做了这么多坏事把你变成一头猪 也是应该的 你们前的小朋友们 只要你们发送小红星 这个坏僵尸就永远变不回来了